HIGH 大家好 這裡是飛仙星,我是Jason Mac的螢幕在關閉大概兩三分鐘之後就會進入休眠 藉此來減少電力的損耗、延長使用時間 但如果遇到要長時間執行的任務 像是下載比較大的檔案、影像轉檔 或是最近比較熱門的AI算圖 需要的時間就會久一點 在等待的過程中,Mac一旦進入休眠 你又沒有注意到的話 等到你回來之後再次打開螢幕 就會發現剛剛執行的任務因為休眠 導致完全沒有進展 如果要避免這樣的情況 我們可以到設定裡面 將鎖定螢幕的時間延長 或是到顯示器進階 將最下面的在使用電源轉接器時 避免在顯示器關閉時自動進入睡眠啟用 而這兩個設定方法說真的要改來改去的也挺麻煩的 而第一個方法要讓Mac不要休眠 就讓螢幕一直持續亮著 說真的對螢幕來講也是一個額外的負擔 而第二個方法也只有在接上電源的時候才有用 如果你是使用電池的情況下 它又醒不通了 如果要保持Mac在螢幕關閉之後 不要進入休眠 你還有更好的選擇 就是安裝一個非常簡單的軟體 叫做Amphytamine 打開之後在通知列上面就會出現一個藥丸的圖示 點一下就會啟用了 電腦就不會進入休眠了 開啟選單將Allow Display Sleep打勾 就能夠做到時間到達會自動關閉螢幕 但不會進入休眠的效果了 如果要回到原本的待機狀態呢 我們只需要再點一下圖示就可以關閉了 就這樣子也非常的簡單 另外開啟選單也可以在下面看到幾個快速選項 設定條件之後在符合的情況下就不會進入休眠 像是依時間設定要維持幾分鐘幾小時 或是在幾點幾分前 也可以判斷目前使用中的應用程式是否還是開著 或是偵測某些檔案是否正在下載 符合這些情況就不要進入休眠 另外在設定裡面有三個選項 會建議做一下調整 第一個是一般設定裡面的點擊啟用 建議改成按左鍵來開貨關 右鍵則是顯示選單 這樣子會跟其他應用程式的行為比較統一一點 第二個是預設的持續時間設定 將啟用後的持續時間調整成符合自己習慣的長度 或是直接改成不限時間 並且勾選允許螢幕自動關閉 才不會每次啟動的時候 又要再次調整一次這些設定 第三個是狀態列的圖示 在顯示設定裡面 將狀態列改成自己比較容易看懂的符號 像是笑點符號或者是眼睛 這樣子應該會比原本的藥文圖示 更容易去理解現在到底是開或關的狀態 除此之外 Amphetamine還提供相當多的情境設定 在這些指定的情境下 自動的避免Mac進入休眠 像是可以自訂排程時間 使用某個應用程式的時候 連上某個Wi-Fi裝置 插上USB 連上指定的藍牙裝置等等 有了這個功能 可以讓Mac在什麼時候要不要休眠 有更進一步的控制 最後如果你是MacBook的使用者 在沒有外接螢幕的情況下 只要將螢幕蓋上 你的MacBook就會立刻進入休眠 如果想要蓋上螢幕 又不要休眠的話 那就要設定硬碟持續喚醒 將指定的硬碟加入就好了 以後如果遇到 臨時要到會議室裡面去開會 或者是要換個位置繼續工作的話 就不用這樣半開著螢幕 像在端餐盤一樣這麼辛苦 隨時都可以安心的蓋下螢幕 輕鬆的帶著你的MacBook來換位置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